Hanhan TV Hanhan TV 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看Hanhan TV,我是Tommy 產品發明就是為了大眾的方便 或者有需求才會產生的 但有些產品你看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人買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說 十大最搞笑的產品 第十個夏威夷椅 想到夏威夷你就想到草裙舞 但這個椅子可以讓你一邊跳舞一邊做工 但你真的做到工嗎? 即是你寫字都寫不到 搞笑的是如果你跟你朋友坐在上面 這樣來聊天 你覺得會怎樣呢? 其實看起來又有點像色情的椅子 自己想想吧 第九位 嬰兒滑板車 看起來就好像幾方便 但問題是怎樣停 父母們會這樣帶你的寶寶去行街舞 撞到人家怎麼辦 第八位 小便高爾夫球桿 當你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突然之間療急 你就需要打開這個類似高爾夫球的療肝 還送多一塊布給你 但高爾夫球有廁所的嘛 真是禁止去找棵樹 或者找草堆 而且這個產品只是行男生的 第七位 防皮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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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另一個位置 就叫做 防止婚姻不美滿的地尖 它的研究顯示 很多婚姻出現問題 就是因為在 在屁裡面放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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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是誰這麼大時間去研究人家放屁呢 這產品是可以化身臭味的 不過問題是 兩個人睡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是沒有隔開的 怎麼過來都是臭死了 第六位 排煙口BBQ爐 這個產品可以用你的排煙口的熱氣來燒烤 問題就算它可以證明這個不會有毒氣和煙味的話 但是你敢用沒有啊 你真的敢吃沒有啊 即是你真的要燒烤的時候你去買啦 真是這麼喜歡吃燒烤嗎 第五位 這個關於女生的 她叫做酒吧 不是不是不是 叫做酒bra 顧名思義可以用這個bra來藏酒 最高是可以放到一瓶酒的份量 即是旁邊還有一個吸管可以這樣直接喝酒 油海當是水bra 應該會第一個吸吧 問題是你什麼時候需要用到這個bra呢 上課的時候啊 開車 唉 第四位 唇膏模具 這個模具就是方便給你戴上之後 塗好你的嘴唇 即是聞到移到那些大嘴的怎樣好啊 或者很小的嘴那些 因為那個鏡子會不會快一點呢 你看上去不像那些沉默的羔羊嗎 第三位 滅聲接電話機 當你在一個很多人的辦公室的時候 接到一個私人電話 或者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話的話呢 要立刻接 又不可以讓人知道你在說什麼 可以帶上這個格聲器的 就可以說秘密了 但是你不可以去個靜點的地方聊的嗎 難道以後的世界Hand Free就是這樣的 第二位 大魚散步器 就是一個可以帶你的魚去散步的流動 哈哈哈哈 就是一個可以帶你去 魚去散步的流動 我看魚應該會熟 幹嘛呢 你怕你的魚門 不如直接放生吧 第一位 自動轉雪糕器 當你要吃雪糕的時候 你可以按這個按鈕 甜筒就可以自動轉的了 就是你只需要新條來出來 就可以吃到雪糕 而且還不會整到手 問題是自己轉一下 真的這麼辛苦嗎 就是你會不會買來 就是為了吃雪糕呢 產品的需求呢 是以人為本的 就是真心關心到大眾 在這個生活上所遇到問題 從中研究業並產生的產品 才會有人賣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或者分享給你朋友看 也記得訂閱HanHanTV的時候 按這個小鐘 這個會提醒你有影片更新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